好,下面我们来接着讲我们这个系统变成之Io课程 上一档课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系统变成的概述 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 为什么要学习这个Linux底下的高级变成 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学这个Linux底下的高级变成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了这个Linux内核 为什么想用空间提供了这样一些接口函数 这么多的接口函数 第四个我们对于这一阶段的学习 我们应该参照在什么方面 也就是我们讲的怎样的学习 第五个我们讲到了这一阶段 就是Linux高级变成 这一阶段主要涉及到哪些相关的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具体的Io课程 那么对于Io来讲 我们主要设计的三门课 一个是文件Io 第二个是标准Io 第三个是MoloIo 下面我们来首先看第一门课 就是文件Io 那么对于文件Io来讲 内核向用户空间提供了哪些接口呢 所谓的Io也指全称为input和out 也就是我们讲的输入与输出 那么所谓的输入与输出 到底是从哪个空间角度去考虑的 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恰如是客人体系 仍然属于应用层 内核层 和这个硬件层这三层 因为我们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现在仍然属于应用层 所谓的输入与输出也是以应用层 站在这个应用层角度去考虑的 所谓的输入也就是我们 讲内核的内容输入到用户空间 所谓的输出是讲用户空间的内容 输出到我们的这个内核中 那么这里面的输入与输出 会涉及到我们文件IO两个相关的函数 第一个函数就是read 就是从用户空间读东西 还有一个函数叫write 是向用户空间写 向用户空间去写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内核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文件管理 有文件管理功能 那么内核中间有好多的文件 内核中间有很多的文件 那么对于我们读和写来讲 到底是写到这个文件还是这个文件还是这个文件 还是这个文件呢 就是说我们的读写到底是读到内核中哪一个文件 所以在读写之间 读写函数之前 我们还要有一个文件 有一个函数 叫open函数 那么通过open函数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正对于open打开的这个文件 我们对它进行读与写操作 那么第四个函数 就是我们做完了一些读写操作之后 我们还要把这个文件给关闭 所以在文件IO里面 我们会学到四个基本的函数 open函数 read函数 read函数 和close 这样四个函数 下面具体我们来看 对每个函数的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open函数 刚才我们讲open函数的功能 是打开或者是创建一个文件 注意它具有两个功能 不仅仅可以打开文件 而且可以创建文件 open函数有三个参数 那每个参数是什么样呢 我们后面通过程序的方式 来具体的讲述 我们下面简单的看一下 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恰心 它指的是包含 也就是你要打开这个文件 以及这个文件所在的路径 那么第二个参数 是flang 指的是你打开这个文件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你读方式打开 你以写方式打开 或者以读写方式打开 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第三个参数 是文件的权项 那么第三个参数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那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呢 主要依据于你想要做的功能 如果你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不需要创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 设置文件的权项 也就是不需要第三个参数 如果你去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第三个参数 就必须有 那么open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呢 它在 如果这个函数执行成功 那么返回的是一个文件描述符 如果出错 返回值是一个V1 那么什么是文件描述符呢 我们要理解什么是文件描述符 什么文件描述符呢 文件描述符其实 它就是一个非乎的正整数 那么怎么 怎样理解这个文件描述符的概念呢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内核有好多的文件 那么对于我们Ninux内核来讲 它怎样管理 也就是怎样认识这么多的文件呢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怎样认识这么多的文件呢 那么对像人一样 每个人为了区别不同的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ID号 叫身份证号 那么同样的在内核空间 内核要认识不同的文件 每个文件都有一个ID号 这个ID号我们把它称作是 inload号 也就是我们用ls-lai 这个i所看到的号 我们就称作是inload号 只要文件不一样 那么inload号就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回忆一下 我们这个Linux命令底下 学到的一些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ls-lai 就可以看到每个文件的节点号 inload的节点号 如果你文件不一样 那么inload号就不一样 那么这是在用户在内核空间 每个文件 不一样的音乐的好不一样 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进程来讲 每一个程序来讲 我们程序这些时候产生一个进程 对于我同一个这样一个程序里面 我怎样来区别内核中间这么多的文件呢 比如说我们要对这些文件进行读写 在我的进程里面 我们要对这些文件读写 我到底用什么方式区别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文件描述服务 由此可见 这个文件描述服务也就指的是 在一个进程里面 为了区别内核中间不同的文件 不同的文件而设置的一个ID号 它的ID号值 那么这个ID号 我刚才讲过 这个ID号它是一个非负的正整数 非负的正整数 那么这个ID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呢 那么后面我们通过程序的方式 来给大家具体讲说这个ID号的这个 这个变化规律 它的变化规律 下面我们来写一个open函数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之前我们大家用过一个命令 叫touch命令 那它的功能就是要新建一个 通过touch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 touchi.c 那么这时候就在当前摩托底下 就会生成一个文件 叫i.c这样的一个文件 touchi.c这样的文件 那么下面我写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就是通过open函数 来实现touch这个命令 也就是我们通过 马上写的这个程序 就知道我们touch命令 touch命令它也是一个程序 touch命令它是怎样实现的 它是怎样实现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写的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啊 首先是open函数 那么open函数呢 我刚才有三个参数 touch命令它要实现的能力 就是要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第一个参数 比如说你要想新建文件名 也就是想新建一个什么样的文件 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的文件名 以及它所在的路径 那么我们现在要先进一个文件 是通过命令行参数来传递 我们可以直接讲 我们命令行参数的内容 加进来R几倍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flang 我们现在以新建这个文件 它其实用来新建一个文件 所以我们加上organ create organ create表示的是新建一个文件 那么同时我们把这个文件 也可以以读写方式进行打开 那么第三个参数就是你既然要创建一个文件 那么第三个参数就是你创建这个新的文件 它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我们把它设置为777 就是全部以读写执行 就有读写执行 这样三个选项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文件描述符 如果FD小于零 也就是如果创建文件不成功 那么它是得以负义 如果小于零 那么我们输出创建文件不成功 如果大于零 那么它创建成功 那么大于零它的值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也可以把FD给打印出来 FD等于百分之D 我们来看一下FD它的一个值的规律 是什么样子的 FD 当然你做好了之后 如果程序推推之前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件给关掉 我们学到了第二个函数 叫Close函数 那么Close函数比较简单 就是要告诉内核 你关闭哪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刚才哪个文件 那每个文件的区别 都是通过文件描述符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文件 FD这个文件给关掉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 能不能具有我们Touch这个命令的功能呢 好 GCC-WUCH Touch.C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点杠 我们之前 我们可以用Touch命令 I.C 比如Touch命令 B.C 我们先接个文件 在当节目的底下 就会生成一个B.C这样文件 当然我们可以把B.C给删掉 下面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 自己写的程序来实现B.C 那么这个时候 在当节目录底下也会生成一个 B.C的这样东西 B.C这样东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C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这个B.C 它的权限是 读写执行 读执行 读执行 也就是我刚才我们的程序里面 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我设置的权限是777 按道理它的结果应该是RWX RWX RWX 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为什么出现的结果是755来 我们的结果为什么是755来 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 就是说 Open函数创建这个文件的时候 还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有关系 也就是我们讲的研码 Open函数创建文件时的权限 并不是我想传递的第三个参数 它的值是多少 最后生成的这个文件的权限就是多少 它的值和我们这个Umask值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Umask值 我们的Umask值是022 第一个0代表是八金字 那么022 而我们设置的这个权限是777 设置的权限是777 得到的结果是 我们现在是自己程序设置的是777 然后我们的这个Umask是022 它的结果是6 7755 是755 这样一个结果 那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所谓的研码 其实 研码 所谓的研码 其实将某一位它的权限给演掉的意思 它的权限给演掉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律 所谓的777 那么也就是转换成二金字 就是111 第二个是111 第三个是111 而022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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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着二金字 是0 1 0 0 1 0 那所谓的得到的结果是 111 1 0 1 0 1 0 1 所谓的研码 其实就是把这一位给演掉 这一位给演掉 变成0 变成0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修改一下我们的研码 比如说我们把这研码全部变成0 也就是意味着我不研掉它的一个权限 不研掉我们这个你想建立这个文件它的权限 那么这次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刚才讲的规律是正确的话 也就是你设置的权限是777 它的结果应该就是777 好 所以我们设置的研码就是将我们生成的文件的权限把它 把它 延掉 把它延掉 那么真正的它的一圈公式是 我们设置的权限和 和研研码取返之后相遇 真的那个公式是有这个公式要来的 乱抹为了 解订阅 就行 好 对 感谢观看